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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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哎呀,他现在感觉这个崇祯皇帝啊,有点可怕 哎呀,我呀,不当婚好了 哎,正想这儿呢 门一开,皇太极进来 零零的红尘成像一个 手机GPS信号楼,位置更近可能延迟 转不转的皇太极审舍 哎呀,他感觉这个皇太极很荒大 他感觉这个皇太极是个明智之君啊 影响是蛮青色小小的 能觉醒,能真心 能跟大明尊敌汉 能干净的正硬 他招了一批能人现实 好多汉人在旅途下 那一个说得好,两个说得好 三个说得好,真不可 可是一个说人家皇太极好 两个说皇太极好 一个说皇太极不得能够 感觉皇太极也不得好 这个说得好 这个皇太极很痛,干净 我刚才对皇太极不得了 我他招了大极不得了 美国也不得了 我来玩 军火大使 这这手条里的 太极了 啊,事儿太多 没照明看望里 不能这么容易 说是话就把东西的 这红标几大屁风 这些 啊,就没这红红筹配上 哎呀,红红筹突然这些 这感觉都暖和暖了,那不是身子暖,是心里暖,我坚决不像,这句话说出口啊,红成仇的感觉都没有劲儿,自己都没力气,黄开你笑,好,红先生,既你都不像我,我都不安定,我们现在技巧放人,马上就化了,不过呀,在领走之时,我有话, 说着话,黄台鸡拉根,落在了红成仇的边上,黄台鸡能输,位置更轻和能辨职, 那我发现的华人是这些,大人,大华人,都能输,都是人家,一个人在黄台鸡小之一里,冬至疫情,要把明朝不够腐败, 李自成,现在能造反,以及张献忠在四川,称华,天宗北,和令朝,谁在这呢,这不是宠正之祖,是这个事案, 那么到宠正这儿呢,那么这个皇上,他总不用,没有主力并不重建, 听那些大人,听那些吉尼威,战杀大臣,没什么宠正, 吴先生,我把话说完了,放在你啊,就把放在后腾中想那些, 我说了一遍,就把这种真,分析的想让, 吴先生,你要走,你现在就出一步, 不过话,仍可以战争,你还可以戴命大战,咱们还可以戴命大战, 咱们还可以戴命大战,要走,这遭罪的老百姓, 连年的战火,连年的战争,百姓是胜利的, 为百姓处想一下,另外后先生,你回去背上手, 因为你被捕捉了,你被捕捉了再发, 我本身这个崇祯就是个多余之症,他会想好我, 他以为你暗中空谷,他被捕捉了一下,是个千万家行事, 具有大门二大战,你走,我会想到, 也不想好,你看到那么多,会想一看 , 通过蓝室这个机会继续, 在那里,我们都听到很久了, 不能用参加更多的东西, 最后一切与其他人, 最后再分辨, 看两个不少, 那你们这一步的转移, 不准备住了, 在那里, 最后再可捕捉了一下, ogenes 拿回来了,我靠了黄太景,这一种说,还有一种,说红尘筹是种着黄太景的一种记忆,这黄太景为大鱼儿,大鱼儿是谁啊,就是后温暑的小状态,年轻轻就看着大鱼儿,是大鱼儿,大鱼儿,后来, 看起来这个后边这条啊,他都很好,自我远之,最后想了黄太景,他这么意向黄太景,黄太景仅下令,不打紧重,一定要把组大手拿下,让清兵不开手,不打紧重,先昆,后当门,咱们先昆,我们先昆, 鱼儿跟我一样,第七天,我们一会儿的孔子塔,你哪为什么没有 geletised过来 如果ol时候的肿卡在一场跌势上的东西还要是铃子够, 按锅地争之后天元的, 荣失去大没有水耳有八什么就还能被讲迫就不信, 一会儿一会儿它就不值,我看了一会儿一会儿,就有P Staats于是这个大手でき就非常可怕我觉得跟牙脆的指数上那些坐在里面, 老百姓家里有猪肉 哎呦 连猪肉都加了 这一个月基本上快人吃人饿了 这时候 满洲兵开始攻城 他当兵的有力量不趟 他打不了 只能是交枪 另外你不交枪 紧承他就麻烦了 所以呀 为了口迟早 为了免遭屠杀 当兵的把枪就扔到那了 把城门就开去了 潮水一样的把清士兵冲进锦州城 左大兽一的宝剑站在说一趟前 当兵猪子掌握 这宝剑就在脖子上当了 这个清兵就把左大兽给围死了 左大兽说 你们往前一步我就自杀 左大兽啊 你要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他也恶不住 这就赶紧引人兵 抱得多多多 把此事并抱了黄太极 在此黄太极就找到 黄太极是亲自来的 怎么说 他向左大兽详我 他非常重视左大兽 我觉得左大兽这人 所以黄太极亲自到两平鎮 一听说怎么的 左大兽红的宝剑在大堂口上 要自杀黄太极来到洩晋 亲临现场啊 哎呦呦 黄太极 黄太极往前走着点 黄太极 黄太极 我黄太极 打了多少年仗 那左大兽跟这个满清部队 打了十了多年了 哎呀 几十年的仗 今天是第一眼正面看到 黄太极 一看此人四方大连两斗奴眉 三流华白五巡 五官端正相貌荡荡 上忠等身材 这个年纪啊 接近五巡 往这一站 真有帝王之心 哦 你就是黄太极啊 不 正是 总将来有九度的大名啊 哈哈 咱们打了多少年仗 啊 只要得留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到 我身上的力 精力 你我太美了 有时候我就跟我手下的将军 如果你们有祖大兽之勇 我们早已成体干涉 曹将军 这个生命是父母给的 有这么句话吧 不孝有三足够委员 你想你父母给你的姓名 你没有权利解说 你即便想解说 也让我 不孝将军 你保护的是个什么人 是崇祯皇帝 我听说有这么一声 原来你是 袁崇焕元将军手下 帐下灰浅的一名将 可没想到 袁崇焕就因为崇祯皇帝多一年 就因为崇祯皇帝小心眼 袁将军让他打开自己的司库 以崇国家军相之路 而怒闹崇祯 我听过你家主帅 背下天牢 背战菜市 你当时车气大气就造反了 为了你的主帅 我听过这么一声 平时就这么 死 Fur 身身苛意 您是大意之人哪 实际这皇帝极是变得发的群手 就通过讲这个事 让祖大寿感觉出这崇祯与死 还保识干嘛呀 就这么死 把你这主帅 去上了 过去后造白的 实际是变一下地说服祖大寿 这祖大寿这女同意 一想起圆忠王被殺呀 萬瓦凌遲啊 來夠祖大壽的眼淚 花花王天忠 祖將軍啊 這兩馬 季俊儒 名稱保賢忠 現在大明如此這般了 你說你還保他幹什麼 保我滿清 即便你不保我滿清 所以不難的命 父母呢 把這個動物 快往祖將軍三 四 二 行 大仗 行於天地之間 應該轟轟烈烈幹事 這江山天下是神 天下 乃百姓之天下 江山乃百姓之江山 不是他老朱家 也不是我愛心絕羅的 哦 誰打下江山 誰當的皇帝就是他們家的了 就著名江山了 就即便我把江山打起來 就是愛心絕羅江山之類 江山還是百姓的 天下也是百姓的 誰能為百姓造福 毛氏 能為百姓做好事 那麼他就是個皇上 什麼叫皇上 皇上是百姓把你捧下來的 是百姓讓你當的皇上 如果你不是個好皇上 那麼百姓就有權讓你下去 所以啊 祖將軍 應該明白 你保的江山是百姓的江山 不是他們 朱家 就即便現在你不保他 為什麼呢 我勸你不保他 你想想 寬魂橫行 大明朝貪魂無力 遍地都是 那糟蹋百姓你還是保他幹什麼 什麼幾一位東廠西廠這些人 弄得人人自非 你不再幹什麼 啊 李小君 我話一說完 你了 擔心而行 某言之 禮服 大手在皇太子 剝扣了 行動圈奏下 投降 哇 啊 了不 今天 這遼東可熱鬧 紅城仇投降 不大手投降 整個溫度大天 皇太極新華團 哎 還好 啊 前面哪兒啊 寧元的 吳三隊啊 哎 皇太極想 我如果要能把吳三隊守住 大明天不散 我的大官 在這些建官那裡 佩服吳三隊 有謀略的帥才 所以啊 他就告訴多爾軍 大寧元 犧牲一切一切 拿下寧元朝 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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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 哎呦 寧元大戰開始了 壞了 怎麼壞了呢 真像皇太極想起來 在沒打寧元之前 那皇太極就把多爾軍叫到跟球 我可告訴你 打幾周可 嗯 打寧元 我現在 我就不是那麼如意了 吳三貴被 反之 由於連續戰勝 這個 就有點兒來勁了 是高氣揚了 沒事 竹子 小小的 暖 大 大 我踏 他幾分 要把他那幾分 給他踩碎 啊 回來了 吳三貴就一個寧元城 他就仰仗了 八萬官寧鐵騎 就跟這個 多爾軍展開拉鋸戰 拉鋸戰 好 這樣 你不是打我們寧元嗎 這吳三貴真弄著 弄了兩千名騎兵 俗成幹死隊 深入地後 看這吳三貴啊 前方是跟滿清的軍隊是正面交往的 他組成這兩千人 騎兵幹死隊 深入地後亂 什麼事兒都幹了 啊 野探 刑司 搶劫 端造 鞠梁 開閘放水 隔斷電线 炸斷鞠武夫 說呢 但是加里森幹死隊 反總而言之 就把整個 多爾軍的後方 給老人行 基本上多爾軍 是處在了兩線加工的狀態下的大賬 所以說二十萬萬周鐵騎 但有一點讓吳三貴折騰的是筋疲力 小的人快一年了 這個寧元城他也沒拿下 甭說拿下來 連一寸土地都沒拿 哎呀 黃太極告訴多爾軍看著咧 這回碰到丁子上了吧 黃太極啊就求這祖大師 你是吳三貴的舅舅 你給他信封信 勸降他 看祖大師呢 就信封信 你敢洪成仇 也沒信封信 這兩封信就到了吳三貴的桌案去 吳三貴展開信子 你敢 他是庇護 臣死 欲知相親 咱們下降再說 由孫一播獎的驚雷1644 今天就播送到這裡 歡迎你每天中午一點 和晚間十一點三十分 鎖定北京交通廣播 長書聯播 天啊 就算浮�re 不用了 好 小心 其實 他現在的 不妨礙 還可以 嗎 好 也好 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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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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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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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